看到沈志毅有些意外 毕竟这场合作从最初跟我对接 到最后方案敲定的人 都是沈氏集团的副总裁 但我也仅仅意外了那么一秒钟 对我来说跟谁谈合作都一样 只要别耽误我赚钱 沈志毅还是和三年前一样 英俊替躺 是京圈意气风发又高高在上的太子爷 好久不见 炎炎他看着我的眼睛 脸上的笑意倒是比三年前亲切了几分 朝我伸出手 仿佛三年前 我们并没有因为联姻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而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我笑着与沈志毅握手 随即收回自己的手 好久不见 合作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我并不想多做寒暄 沈志毅却笑着开口 你虽然三年没回来 但咱们圈子里都是你的事迹 说你在曼哈顿大沙四方 连阿布扎比那边的路子也打通了 这么出色 是想卷死我们吗 我倒是没想到 三年不见 沈志毅变得幽默了 沈总真是抬举我了 我勾着唇 还是要向沈总看起 沈志毅谋底有一抹忧暗一闪而逝 很快又恢复了笑颜 其实这三年 沈总 我和沈志毅的声音几乎是同一时间响起 他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 而我也不想跟他闲话家常浪费时间 方案和合同的细节 我想沈总都已经看过了 如果我提出的价格 沈总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签合同吧 沈总 我了解沈志毅现在的处境 虽然身为京圈太子爷 还是沈氏集团未来的接班人 但他爸突然在外面弄出了一个私生子回来 也是来势汹汹 实力不可小觑 而他前几年有恃无恐 如今也着急了 想要做出一番成绩 稳固自己在沈家的地位 当然这些并不是我特意去了解的 谁让沈志毅的首席秘书祝涵 是我最好的朋友呢 而沈氏也正想借着这次合作 打开海外市场 所以我压了沈氏的价格 压得还有点狠 同时我也给他点甜头 至于曼哈顿那边 我和卡特集团的新任总裁 是很好的朋友 有机会 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吃吃饭 聊聊天 沈志毅直接拿过合同签上名字 又对我伸出手 合作愉快 当然 我跟他握手 这一次 我的手却被他微微握紧 炎炎 你终于变成了你想要成为的人 我很为你感到开心 恭喜你 沈志毅落在我脸上的眼神 似乎带着一丝丝欣赏 他以前从未用这种眼神看过我 我抽回手 谢谢 他的恭喜 对我来说并不值钱 我收起合同准备告别 沈志毅的手机铃声 却在这时响起 他微微猝眉 直接挂断电话 但电话那边的人 却不甘心似的 紧接着又打来了一通 沈志毅接通了 刚才还满是笑意的俊言之上 密密麻麻 渗出一层不耐之色 电话那边的人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只听到沈志毅寒声道 在家乖乖当你的沈夫人 少烦我 公司的事 跟你说你听得懂吗 沈志毅和宋依人之间的事情 我多少听祝涵说过 他是沈志毅的首席秘书 也是京圈的人 沈志毅的事情 在公在私 祝涵都是了解的 我出国的初期 祝涵几乎每天 都跟我视频通话 沈志毅就是个傻逼 公司在他手里 迟早得完犊子 我爸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非得让我给他当秘书 宋依人不愧是 那个小三妈生的 他妈怎么魅惑你爸的 他就是怎么魅惑沈志毅的 我跟你说 你爸跟沈志毅都是傻逼 迟早有他们后悔的那天 炎炎 你别难过了 沈志毅配不上你 他日复一日这么安慰我 毕竟 我真心爱过沈志毅 从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里 抽身出来 确实是要扒掉一层皮的 我用工作充实自己的每一天 渐渐地 我放下了沈志毅 释然了 祝涵也不再每天给我发视频 突然有一天 祝涵又发来视频通话邀请 那时 我已经出国快两年了 视频刚接通 祝涵的大笑声就传了过来 炎炎我跟你说 你绝对想不到 视频里的他 看上去很激动 很兴奋 宋依人今天闹了个大笑话 沈志毅这次丢人丢大发了 他在沈氏集团和盛天集团 合作项目的发布会上 叫人家盛天集团总裁夫人小陈不说 还说人家盛天集团旗下的 新能源汽车外形 不是那么好看 哈哈 拍照的时候 说另一个投资人旗下的手机 指纹锁不好使 一下子得罪了两个合伙人 我真的被他笑死 沈志毅当时的脸 差点都气歪了 我听到这些并不意外 之前祝涵也跟我说过 沈志毅和宋依人结婚之后 只恩爱了半年 就开始吵架 其实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情 宋依人每天都给沈志毅送爱心便当 一开始沈志毅很开心 觉得自己娶到了贤妻 可宋依人每次看到 沈志毅跟女合伙人谈事情 就摆总裁夫人的架子 有一次 甚至还跟女合伙人说 咱们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 嫁一个好老公 和小姐 你看看 你眼角的皱纹都出来了 要是有个男人帮你 你也不至于把自己累成这样啊 这样吧 我给你推荐一个美容机构 我每周都去的 你看我的皮肤 是不是很好 何总大气 没跟他一般计较 只是意味深长地跟沈志毅说了一句 沈总真是好福气啊 娶到尊夫人这样一位美貌的妻子 就是在内涵 宋依人是个脑袋空空 只有一张脸的花瓶 可宋依人还听不出来 一个劲儿要带何总 去他常去的那家美容机构 最后被沈志毅滴吼了一嗓子 宋依人才停下来 送走何总 宋依人就发作了 你刚才干嘛当着那个女人的面凶我 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女人了 她哪里比得上我 跟个男人婆似的 沈志毅到底还是喜欢宋依人的 再丢脸也忍了下来 只是跟宋依人说 我心里只有你 这个你尽管放心 不过 你以后不用每天都给我送午餐了 宋依人还以为沈志毅是心疼她 从那以后 她就把给沈志毅做午餐的时间 用来逛街 花钱做美容了 连沈志毅让她报名上一些课 她都不肯去 沈志毅也就由着她了 那次发布会 其他总裁都带着夫人 沈志毅也只能带上宋依人 去的路上还嘱咐她多微笑 少说话 没想到 宋依人还是给她惹了那么大的祸 得罪了圣天集团的人 那次沈志毅是真的生气了 对宋依人一顿吼 还差点动手 从那以后 两人每次吵架都惊天动地的 渐渐的 沈志毅就不让宋依人露面了 只让她乖乖在家做沈太太 沈志毅挂断电话 看向我时 神色之间的不耐已经脸去 又恢复了笑颜 抱歉 失态了 最近被一些私事搅得头痛 燕燕 你才回来 圈子里的朋友都想给你办一场接风宴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接风宴不着急 反正我人都回来了 我微微一笑 沈总 你既然还有事 那我就不打扰了 告辞 沈志毅谋色深了深 一秒钟地愁愁过后 她又开了口 炎炎 我依旧笑得得体 沈总 工作的时候 你还是叫我宋总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公司分明一点 沈志毅默了默 韩笑点头 好 她送我出去 祝韩跟在后面 沈志毅笑了笑 大家都是朋友 用不着这么拘谨吧 小韩 给你放半天假 你跟炎炎也好久都没在一起好好聊天了 祝韩虽然是沈志毅的秘书 可她自己家也是家大业大 在沈志毅手下做事 不过就是为了维系人脉而已 她并不给沈志毅面子 我跟宋总都是公司分明 以大事为重的人 聊天什么时候都有时间 用不着放假 说完 她跟我摆摆手 晚点我找你 我点头 直接进了电梯 五点多 祝韩打来电话 约我出去喝一杯 但最后我们约在了茶室 比较安静 祝韩开门见山 你不喜欢沈志毅了吧 我被她的问题逗笑 不是你说的吗 她配不上我 祝韩秀眉微醋 可我感觉沈志毅对你 后面的话她没说出来 用耸肩代替了 她接着说 最近沈志毅对宋依人 越来越没有容忍度了 几乎宋依人说一句话 她就对一句 以前宋依人可是她心肩上的宝贝呢 为了一个小三的女儿 你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说断就断 还跟你解除婚约 你说她图什么 男人就是贱 白月光和红玫瑰 都成他们的了 我看他们才是圣范 和蚊子写呢 祝韩之所以现在 还那么讨厌沈志毅 是为我打抱不平 倒是宋依人 她当初能拿下沈志毅 就像她妈能拿下我爸一样 我还觉得 那她跟她妈一样 都挺厉害的 现在看来 沈志毅还是比我爸聪明一些的 不过同样都是烂 谁又比谁好呢 手机铃声这时响起 是我爸打来的电话 炎炎啊 我让家里的厨师 做了你最喜欢的菜 等着你回来 我回来一周了 一直借口忙 没有回去 我爸几乎每天 都给我打电话 问我今天回不回家 三年前我出国 祝韩哭着让我别走 你为了那种人渣 出国不值得 炎炎你别走 我舍不得你 圈子里的其他人 都在看笑话 被私生女压一头 宋青炎真丢人 别说她认识我 至于我爸 去就去吧 对于我爸来说 我只是一颗没用的棋子 被沈志毅抛弃 成了圈子里的笑话 没人肯跟我联姻 我的存在对她来说 一点帮助都没有 她当然希望我出国 离她远远的 最好永远都别回去 她好和她的好老婆 好女儿 一家团聚 和和美美 我是个外人 可我回来了 风风光光地回来了 桌子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都是我爱吃的 严严 快吃啊 我爸给我夹菜 脸上挂着和蔼的笑 还是家里的饭菜香 是不是 我点头 嗯 还是以前的味道 一点都没变 你爸知道你回来 激动的都要找不到北了 一人回来的时候 都没见他这么开心 曹丽和 当年我爸带回来的小三 也是现在的宋太太 她说话三分笑 举手投足间 女人味十足 能把我爸看得牢牢的 还是有点本事的 我勾起唇 怎么会 一人现在可是沈太太 我哪能跟她比啊 曹丽和唇边笑容顿时将注 谋底闪过一抹怨毒 当初宋医人能够拿下沈之意 曹丽和可没少在背后给她出主意 我永远都忘不了 沈之意跟我解除婚约那天 曹丽和那得意的表情 那是沈之意那个金龟婿给的底气 从此以后 她在宋家也彻底立住了脚 这才三年的功夫 我的一句讽刺就能激起她的怨毒 可见宋医人现在在沈家的尴尬境地 我爸瞪了曹丽和一眼 给我夹菜 他激动地说着 对公司未来的规划 以及我拓展开的海外业务 能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利润 直到下了桌子 他都没注意到 他给我夹的菜 我碰都没碰一下 庸人将饭后的茶点端上来 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我爸一脸慈爱地说道 严严 既然回来了 那就别走了 你说你都回国了 还住在外面 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前几天倒时差 再加上确实很多事情要忙 我就一直住在外面 不想打扰你和阿姨休息 现在也忙得差不多了 时差也到过来了 爸 我当然还是要回家来的 在我爸面前 我还是那个乖巧的女儿 我爸健壮 微微坐直了身子 连表情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宋依人和沈志义的关系 已经出现了裂痕 我爸这么精明的一个人 自然知道沈家那边不是一个长远的靠山 他要另做打算 而这个时候 我的回归 并带回了海外资源 还是在国内 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的时间点上 在我爸心里 我这个母亲去世 无人问津的大女儿 给他杀出一条血路出来 我的地位自然暂时高过了那对母女 但我的乖巧也让我爸飘飘然了 重新拿出了父亲的风范 他立刻叫来管家 大小街从今天开始回家住 把大小街的房间重新收拾一下 曹丽和牙都要咬碎了 面上依旧和蔼可亲 炎炎啊 在国外这几年 找到男朋友没有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该找婆家了 咱们女人啊 还是找一个好男人最重要 依人现在在沈家地位稳固 只要孩子一生下来 那就是沈家未来说了算的人 不用我操心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你 这个女人 当年在我妈面前 也是这副嘴脸 女人只能靠男人吃饭 你要怪就怪这个社会好了 再说了 你拢不住自己丈夫的心 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足够好 我就算是再怎么勾引也没用 说到底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就答应离婚吧 自己走总比被人赶出去强 我妈是带着气离开家的 结果出了车祸 再也没醒过来 在我爸面前 曹力和又换了一副嘴脸 哭着说 都是我不好 我只是太爱你了 想让姐姐把你让给我 我不该跟姐姐说这些话的 我爸还觉得曹力和善良 搂着他安慰 不是你的错 我和他缘分已尽 是他自己在马路上 横冲直撞 才没了命 这也是他的命数 命数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告诉他们 这一次 他们的命数 攥在我的手里 多谢阿姨关心 我看向我爸 爸 我已经有试婚对象了 我爸神色一亮 他家是做什么的 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产业挺多的 一定能对公司发展 有所帮助 点到为止 果然 我爸满意的点头 他在意的 只有对方是不是 能为公司带来利益 而不是我是不是 能过的幸福 事实上 我根本没有试婚对象 我想要的 拼搏后全能拥有 并不需要靠男人施舍 这就是我和曹力和母女 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只想以色试人 而我只想自己拼 我含笑看向曹力和 正好抓住了他 牟底一闪而逝的 极度和阴狠 所以阿姨 你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曹力和扯出一抹笑 那就好 那就好 曹力和是真的着急了 当天晚上 就打电话给宋依人 你抓点紧 赶紧给阿姨生个儿子 要不然呢 宋清言早晚会取代 你在你爸心中的地位 实在不行就做使馆 没时间再给你慢慢来了 我听不到宋依人说了些什么 不过猜也猜到了 说来可笑 我没能跟沈之意走到最后 而宋依人如今却要靠一个孩子 来巩固他们两个之间 摇摇欲坠的关系 说到底 问题还是出在沈之意身上 我妈在天之灵 知道沈之意是这样的人 一定会后悔当初跟沈之意的母亲 为我和沈之意定下亲事吧 我妈当年救过沈之意的妈妈 两人发展成了好闺蜜 还给我和沈之意定下了娃娃亲 成年后 我和沈之意彼此相爱 对于这门娃娃亲 我们两个都理所当然地接受 原本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我们两个毕业 结婚 可我妈却被曹丽和逼得出了意外 我爸在我妈过完头期之后 就把曹丽和母女接到家里 完全不在乎 我刚失去了妈妈 对我来说 我爸就是个叛徒 他背叛了我们的家 可那个时候 我还有沈之意 对我来说 多多少少算是一个安慰 就在我一心想要跟沈之意 成立我们的小家时 沈之意也背叛了我 他告诉我 宋一人看上去怯懦又乖 很适合娶回家相夫教子 而自此之前 我们两个也没少为这件事吵架 他总跟我说 严严 我们结婚之后 你就不要去公司了 所以 你现在学的那些商务管理 根本没有用 你是我的妻子 根本不需要抛头露面 跟那些男人谈业务 你想要的 我都会给你账来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依赖我一点 宋清言 你到底爱不爱我 和沈之意分手的时候 我有多伤心难过 现在就有多庆幸 我庆幸自己 当初没有被沈之意洗脑 真的听他的话回归家庭 相夫教子 在国外这三年 我在公司的职位 一直是海外开发部总经理 如今 我爸看我能指望上了 立刻将副总裁的位置给了我 早餐桌上 我爸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曹丽和脸都快挂不住了 好不容易挤出一抹笑来 严严年纪还小 现在就让他做副总裁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我爸实质 有意无意敲了敲桌子 公司的事情 你别管 曹丽和一副委屈状 看你这话说的 我也是家里的一员 公司也是我的 我怎么能不管 我爸没接话 这事也算是过去了 去公司的路上 我又接了几通海外的电话 是我安排的人打来的 我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个我还没有办法决定 我先问问我爸 电话那边的人 用别角的中文说 我指认你 如果你不能做主 那我们的合作 就先往后放一放吧 我爸连忙说 你现在都是副总裁了 当然说了算 我连起眉心 还是有些为难 严 你还是考虑一下 我的建议吧 对方说完 挂断电话 我叹息了一声 怎么了 我爸有些着急了 卡特集团现任总裁 他 我做出一副 愁愁的样子 好一会才说 他希望我自己成立公司 这样一来 我的自主能力会大一些 他跟我合作 也可以没那么多顾忌 我爸敏纯 这是什么话 咱家公司就是你的 他还需要什么顾忌 可是阿姨 我说到这叹了口气 没再继续往下说 我爸冷哼 公司是我跟你妈打下来的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又拿出慈父的姿态 言言啊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都怨我 爸确实是犯了男人 都会犯的错 可现在已经这样了 你妈也回不来了 爸现在是 你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了 你说呢 我适当地湿了眼圈 点点头 我爸沉思了片刻 这样吧 我再给你3%的股份 加上你妈留给你那 17%的股份 加起来那就是20%了 你也算是大股东了 卡特家族应该会放心跟你合作 才3%了 嗯 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一点点来 不着急 上午 我爸就让律师将股权转让 合同拟好了 我签了字 3%的股份到手 但我想要的 是我爸手里全部的股份 十点多 我接到了沈志毅的电话 说朋友们都给我准备好了接风宴 让我晚上一定要赏面出席 我答应了 我不会得罪潜在的人脉 这是我这几年在海外打拼的时候 立下的原则 祝涵发微信问我为什么答应沈志毅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回答他的 接风宴在本地最豪华的会所里举行 我换了身休闲的衣服 跟祝涵一起过去 一路上 祝涵都是笑容满面的 我忍不住问道 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祝涵挑眉 知道你已经彻底放下沈志毅了 我替你开心呀 我笑笑没说话 事实上 我不仅彻底放下了沈志毅 还要让他成为我的垫脚石 圈子里的朋友们都已经到了 见到我 一个个都有好热情 言言你可算回归了 这圈子里少了你 还真没意思 沈少这三年可没少提起你 我们也都希望你快点回归呢 我一一跟他们寒暄 只是这些人啊 完全忘了当年我被沈志毅 毁婚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说我的了吗 他们说 宋青岩母女输给宋依人母女 真没用 她平时高高在上惯了 现在沈少被人抢走了 她现在就算想回去 做小女人也没机会了 女人啊 不能太强势 会没人要的 如今在看看他们奉承讨好的嘴脸 在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 我只是一笑而过 沈志毅连敬了我三杯酒 其他人也都跟着随了三杯 最后 我站起来直起酒杯 大家都是朋友 以后有钱一起赚 圈子里资源共享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尤其是今天过来的这些人 都是想做出一番成绩 在家族里立住脚的 大家都很有失业心 所以 劫封宴的后半部分 就变成了一场商业聚会 包厢的门这时打开 一抹窈窕身影 映入了众人的眼帘 宋依仁 你们都在这呀 宋依仁直接走到沈志毅面前 埋怨道 阿姨你也真是的 给姐姐接风 怎么不带上我呀 因为宋依仁的到来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祝涵凑到我耳边小声说 宋依仁在这伙人里 人缘很不好 沈志毅怜起眉心 俊言之上浮现出不耐之色 你怎么来了 宋依仁娇笑道 当然是来一起给姐姐接风的呀 她看向我 姐姐 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还是听爸妈说的 才知道你回来了 我淡淡一笑 忙着导时差 其实我谁都没联系 是吗 宋依仁勾着唇 那我们家阿易 可是第一时间 就知道你回来了呢 沈志毅突然站起身 抓着宋依仁的胳膊 就往外走 包厢里越发安静了 落针可闻 沈志毅低沉不悦的嗓音 穿过门进来 我说没说过 不让你来这种场合 宋依仁尖锐的声音随之响起 你当然不希望我来了 你好跟你的老相 好培养感情对吧 你胡说什么 沈志毅低吼 宋依仁唾气 你是不是对宋清言 于情未了 宋依仁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乱说一个字 就永远别想出来 沈志毅含声警告 宋依仁 莹莹哭泣 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凶我的 宋清言一回来 你就变了 沈志毅 我才是你的妻子 你这叫婚内出轨 啊 宋依仁突然尖叫出声 因为沈志毅甩了他一耳光 滚回家去 沈志毅下了最后通牒 宋依仁的哭声越来越远 应该是跑了 包厢内 众人面面相去 谁都没有说话 直到沈志毅进来 大家才又寒暄起来 聚会结束 我在会所门口 跟大家告别 沈志毅叫住了我 妍妍 我们聊聊吧 祝涵想上前说些什么 被我拦下来了 我和沈志毅 来到了一家清八 沈志毅又喝了几杯酒 放下酒杯 自嘲一笑 炎炎 你相信报应吗 我没说话 他看过来 毛子里少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蒙上了一层 被岁月和现实 搓磨出来的灰暗 小韩应该没少跟你说 我和宋依仁的事情 他说到这 又喝了一杯酒 炎炎 人有时是得走错路 才能知道 那条路是对的 我现在才知道 最适合我的人 还是你 他一杯一杯喝酒 喝多了 醉眼朦胧地看着我 炎炎 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 我拍拍他的肩膀 你喝多了 他握住我的手 毛色炙热 炎炎 我喜欢你 我最喜欢的 还是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为了你 我愿意跟宋依仁离婚 你真的喝醉了 我站起来 我叫人来接你 我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快到下半夜一点了 曹力和竟然还没睡 假借关心我的名义 实则是在套我的话 怎么才回来 谈工作也不用这么拼命啊 熬夜可是咱们女人的大敌啊 就你自己回来的 女孩子这么晚回来 多不安全啊 我微微一笑 阿姨 不是沈志义送我回来的 你放心吧 曹力和没想到 我会打直球 张了张嘴 下一秒才又笑出来 你这孩子 阿姨是关心你呢 那我谢谢阿姨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我说完 上楼回房了 估计宋依仁也还没睡呢 等着曹力和的电话 我才刚回来就坐不住了 果然 费尽心力抢占来的 终究是心虚的 第二天上午 我又接到了沈志义的电话 他约我中午一起吃饭 我去了 沈志义面色有些尴尬 昨晚我喝醉了 说了些醉话 严严 你别介意 我含笑摇摇头 怎么会呢 他神色突然变得凝重 其实 那也不完全是醉话 至少 我是真的还爱你 我依旧笑着 阿姨 你现在是我的妹夫 说这话不合适 沈志义似乎想在我的脸上 找出什么破绽 说不定能露出 我还喜欢他的证据 但很快 他就失望了 他喃喃道 我知道你还在怨我 我脸下嘴角的冷笑 我以为你约我是谈公事 既然不是 那我就先走了 沈志义要追上来 被我阻止了 被一人看到了 就误会了 沈志义声声止住了脚步 回到公司 我给沈志义发了一条微信 下周卡特先生会过来 到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 沈志义 好 我看着那个好字 轻笑一声 很快 宋依人就不好了 这几天 我一直跟沈志义联系 当然 都是为了公事 但我知道 宋依人那边 已经有了强烈的危机感 昨天他又闹到了公司 沈志义对他 已经完全没有耐心了 连那两个字都说了出来 没错 离婚 宋依人这才消停 哭着离开了沈氏集团 一周之后 卡特来了 我坐东 将沈志义介绍给了卡特 两人相谈甚欢 眼看就要达成意向合作了 包厢的门突然打开 我不用看 就知道是宋依人来了 是我让祝涵 无意透露给宋依人 沈志义约我在这里吃饭 但是没告诉他 卡特也在 所以看到还有第三人在场 宋依人也愣了一下 他还来不及反应 沈志义的脸色 就已经冷了下来 他站起身 低声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宋依人拉开椅子坐下来 姐姐也不是外人 老公 你跟姐姐见面 干嘛还背着我呀 他对着我笑了笑 姐姐 这位就是你男朋友吧 还不给我介绍介绍 当着卡特的面 沈志义不好发作 只能强颜欢笑 卡特先生 这是我的妻子 卡特只是微微点头 我看到他眉心轻轻醋了醋 立刻凑过去 小声跟宋依人说 依人 你这是喷了几种香水啊 卡特先生 对香水的气味很敏感 要不 你还是先出去吧 声音不大 但足够沈志义听到了 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宋依人微微扬着下巴 我喷得可是香奈儿五号 还有娇蓝的 话没说完 沈志义就一把握住 宋依人的胳膊 不动声色将他拽了起来 他对卡特微微一笑 带着宋依人出去了 这一次 我没有听到 两人争吵的声音 卡特明显对此很不满 问我 那个女人是谁 我叹息着笑了笑 沈先生的妻子 好像他家里最近事情有点多 看来合作的事情 得往后推一推了 先让他把家事处理完 像卡特这样的人 在国内谈生意 总有一种高贵感 所以 等沈志义回来的时候 卡特直截了当地说 既然沈先生有家事要忙 我看合作的事情 就先算了吧 沈志义连忙站起身 卡特先生 你听我说 我给沈志义使眼色 让他别激动 然后我站起来 我先去烫卫 我要给卡特足够的空间 让他拒绝沈志义 我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补口红 门口出现了一抹窈窕的身影 你还没走啊 我补完了口红 笑着转身 那我们一起过去吧 宋依人用一种怨恨的眼神瞪着我 阿易现在是我的丈夫 你为什么还一直缠着他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兴致吗 你是想说小三吗 我唇良地笑了笑 这种事你跟你妈最清楚 不应该来问我呀 你 宋依人被我随意地一击就火了 宋青言 你就是在嫉妒我 你妈抢不过我妈 你抢不过我 所以你心里不平衡 可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谁让你跟你妈一样 都拢不住男人的心 我看着宋依人 越来越猙獰的脸色 只觉得好笑 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 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男人身上 况且 还是一个二手男人 宋依人却根本听不进去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我绝对不会让你把阿易抢走的 男人男人男人 他心里果然就只有男人 我给了他三年的时间 可他不中用啊 宋依人估计又跟曹力和告状了 所以晚上我回家 曹力和又提出让我把男朋友带回来 他是真的很怕我抢走他的好女婿啊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阿姨 你真那么有时间 就好好管管管一人吧 你都不知道他今天给妹夫丢了多大的人 原本我是打算介绍卡特先生给妹夫认识的 两人都要达成合作了 结果一人闯进来 身上还喷着好几种乱七八糟的香水 弄得卡特先生很不开心 合作就这么黄了 曹力和脸色一僵 我爸怒了 你是怎么教女儿的 阿易现在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要是他失去了沈氏集团的继承权 你就带着你的好女儿滚出去 我轻轻拍了拍我爸的胳膊 爸 你别生气 我看看还能不能在卡特先生面前说几句话吧 咱们家现在跟阿易是一条船上的 要是阿易出事了 后面的话 我用一声叹息代替了 我爸的脸色更难看了 他怒视着曹力和 把宋依人给我叫回来 曹力和也真的慌了 现在不仅宋依人在沈家的地位保不住 他在宋家的地位也风雨飘摇了 要是沈之一才 失去了沈家继承人的地位 他就彻底没什么指望了 他哪还有精力管我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立刻打电话给宋依人 宋依人是在第二天晚上回来的 当着我爸的面 他哭着指控我 姐姐一回来 阿易就对我这个态度 我也是想挽回跟阿易的感情 爸 你也帮我劝劝姐姐吧 不要觊觎别人的男人 就他会哭啊 我也会 爸 要说到抢别的男人 我可没有依人有经验 当初依人跟沈之一交往的时候 沈之一还是我的未婚夫呢 如果当初是我跟沈之一结婚 我绝对能帮沈之一在沈家站稳脚 爸 您也就不用担心沈之一失事连累到咱家 你想想 你的女婿失去沈家继承人的位置 咱家的骨架 难道能一点波动都没有吗 你这是胡搅蛮缠 曹丽和大不过来指着我的鼻子 明明是你勾引我女婿 你还倒打一耙 你当你爸听不出来 还是怎么的 阿易 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 当年要不是你 我妈也不会死 你本来就是小三 连带着把女儿也交成了小三 我啜气着 这也不要紧 可你也交一人点有用的呀 她现在只知道花钱 跟你一样 一点都帮不上阿易 她当然看不上她了 你怎么能说全是我的错呢 你个小贱人 你说谁是小三 明明是你妈 够了 我爸嘀吼了一嗓子 打断曹丽和的话 我委屈地看着我爸 看来阿姨是容不下我了 爸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搬出去 我哭着就要上楼 你站住 关键时刻 我爸拿出了一家之主的风范 盐盐 你是这个家里的大小姐 是这个家的主人 没人有资格赶你走 她冷眼看着曹丽和和宋一人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要是沈志毅失事了 你俩就给我滚出这个家 小三母女这次不敢说话了 我回到房间 给沈志毅发微信 阿姨 真的很抱歉 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卡特先生那边 把话说死了 不想跟你合作 不是我嚼舌根 你也多管管一人吧 那么重要的合作它 都能破坏 要是再来一次 我倒没什么 只是你现在的处境 总得要再加一把火才对啊 当天晚上 宋一人就被沈家的司机 接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 我刚下楼 就听到宋一人 哭哭啼啼地跑进来 妈 阿姨要跟我离婚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在楼梯上停下来 曹丽和一边安慰宋一人 一边狠狠瞪着我 我走下去 怎么会这样 妹夫当初不是说 她最爱妹妹的吗 怎么这才过了三年 就要离婚呢 一人 你不是说你最会笼络男人的心吗 这一次怎么不灵了 阿姨 是不是你教一人的那些招数没用了呀 不可能啊 你最会勾引男人了 你个小贱人 曹丽和嗓音尖锐 推开宋一人 抬手就准备甩了我一耳光 我勾唇吃笑 看到曹丽和身后的我爸后 突然就红了眼眶 阿姨 沈之意要跟一人离婚 明明是因为一人连累 他不能跟卡特家族合作 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妈的孩子就是好 有靠山 阿姨是想逼我离开这个家呀 好啊 这个家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 严严你放心 爸给你做主 果然 我爸听说我要走后 瞬间慌了 他大阔步走到曹丽和面前 重重的一耳光 直接将曹丽和打倒在地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出去 我爸叫来家里的保安 直接将他们两个丢出去了 我都查过了 这几年 我爸一直没给这对母女什么资产 就连我手里的资产 那也都是我妈留给我的 想要从我爸手里抠出点东西 比登天还难 那3%的股份 他也是为了让我帮他卖命赚钱 才给我的 至于沈志毅 他更不可能给宋依人什么资产了 本来沈家就不同意 他娶一个小三的女儿进门 说起来 我爸和沈志毅还真是同一类人 他们谁都不爱 只爱自己 一个月后 我又接到了沈志毅的电话 他约我在茶室见面 言言 我跟宋依人离婚了 我漫不经心地煮茶 你约我出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我心里那个人 一直都是你 沈志毅的语气有些急切 言言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从头开始 好不好 我抬眸 你真的爱我 沈志毅苦笑了一声 我也是在失去你之后 才意识到 原来我爱的 从始至终 就只有你一个 我以为宋依人那样的女人 才适合我 但我错了 言言 我跟你才是最般配的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 只要你肯 我们就能一起站上顶峰 我笑了出来 实在是被他这话都笑了 我自己就能站上顶峰 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啊 沈志毅神色一正 他用一种看陌生人的眼神 看着我 言言 你 我也懒得和他须与尾仪了 毕竟他和宋依人离婚了 我爸也将宋依人和他妈赶出去了 沈志毅对我来说 也就没用了 阿姨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的 我有洁癖 我笑着醋了醋眉 摇摇头 你呀 则 脏了 沈志毅也不是傻子 他一下就看穿了我 你 你一直在利用我 我笑笑 也不能算利用吧 咱们不是还签了合同了吗 沈志毅猛地站起身 你知道这个合同 我让公司赔了多少钱吗 现在 我跟卡特的合作吹了 公司的那些高层 现在对我很不满 他又连忙收敛了力气 陪着笑脸 炎炎 我知道你恨我 你想怎么报复 我都可以 但咱们公司分明 你继续帮我联系一下卡特先生 我给你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我但笑不语 茶室的门被划开 一抹高大伟岸的身影走了进来 我含笑的视线 一直在沈志毅的脸上 不好意思 你的时间到了 沈志毅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进来的那个人 沈家的私生子 沈静成 你们 你们联合起来算计我 你们两个早就暗地里 勾搭在一起了是吗 沈志毅情绪激动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狼狈呢 相比之下 沈静成反倒优雅至极 比他更像沈家的正统 哥 宋副总都说了 你的时间到了 该我了 我跟宋副总有重要的事情要谈 请把他的手伸向门口 伸势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沈志毅走了 沈静成直接拿出合同 签字吧 我拿过来 直接签上名字 当初跟沈志毅合作的那个项目 我将价格压得着实很了 导致沈志毅在沈氏内部 遭受了不少的埋怨 所有高层都看不上他 如今 我又出高价 跟沈静成签了另一个项目 到底谁能给沈氏集团 带来更大的利益 那些重力者 自然知道该选择谁 我又将卡特先生 介绍给了沈静成 合作达成的当天晚上 沈静成包下了全市最高档的餐厅 他执起酒杯朝我示意 合作愉快 我也举起酒杯 合作愉快 沈静成 屈黑的眸底映着璀璨的灯光 深邃的视线在我的脸上 微微流转一圈 我想好 怎么报答你了 我放下酒杯 什么 沈静成挑眉 当初你找到我 资助我 并把我送回沈家 现在沈家我唾手可得 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 我当然要报答你 他的语气里 无端生出几分暧昧来 我也就猜了个大概 但还是明知故问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沈静成勾纯 他的脸跟沈之意 有几分相似 但却比沈之意 多出几分邪似 以身相许 他看着我的眼睛 说出这四个字 我猜对了 我站起身 走到他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还是算了 我资助大的狼仔子 送回森林里 就不敢再靠近他了 怕他咬我一口 况且 我呀 对私生子 也没什么好感 沈静成是 送医人也是 听我这么说 沈静成不怒返校 我伤心了 那你就多吃点 我不奉陪了 半个月之后 沈氏集团正式宣布 沈静成接任总裁之位 但对外他们 还是给沈足了 沈之意面子 任命沈之意 为海外区总裁 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沈之意这事被发配了 沈家未来 是沈静成的天下了 沈之意出国之前 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最后再见一次吧 我去了 沈之意看上去 有些没精神 曾经那个京圈太子爷 现如今就只是一颗 被家族抛弃的棋子 沈之意苦涩一笑 沈言 你很恨我对吧 我不置可否 他看着我的眼睛 你恨我 至少说明 你还爱我 我会努力的 沈家的一切 我早晚都会夺回来 沈言 那个时候 我会把我打下的江山双手 奉送给你 你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冷眼看着他 沈之意 我这个人目强 我不会爱一个 处处都不如我的人 言下之意 他不配 和沈之意分开之后 我去花店里 给自己买了一束 我最爱的勺药花 回到公司 收到了送医人的消息 这个人还真是不知悔改 竟然又当了小三 不过这一次 他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我把消息透露给了原配 再次见到送医人的时候 他在大街上被人扒光了衣服 打得遍体鳞伤 人群散开 送医人抬头看到我 慌里慌张地穿上被撕碎的衣服 跑了 我将消息透露给了媒体 不仅如此 我还将我爸 杨小三小四的消息 都捅到了媒体上 很快 宋氏集团的股价 便大跌特跌 而我趁机收了很多散股 我爸被弹劾了 这几天 我爸焦头烂额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给他出主意 爸 你现在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 把你手里的股份给我 由我担任 宋氏集团的董事长 也算是给股东和大众 一个交代 挽回一下好形象 我爸也反映过来什么了 是你做的对不对 我淡淡一笑 爸 你老了 还是早点退休 想轻浮吧 看在我们妇女 异常的份上 我不会像你对待 曹丽和跟宋依人那样 把你赶出去 我会好好孝敬你的 我爸站起来想打我 我笑着后退一步 公司是我妈 跟你一起打拼下来的 你却为了一个小三 间接害死我妈 你现在的形象 就是人人喊打的老渣男 为了公司着想 你还是退了吧 现在我还有能力挽狂澜 万一宋氏真的落到别人手里了 你后悔都来不及 我爸跌坐在椅子上 脸上的血色 一点一点退下 他终是退了 毕竟他这么多年 只知道玩女人 完全没了初心 他自己也知道 公司在他手里 会是个什么下场 我呢 看在他是我爸的份上 以后他只要乖乖的 我会给他一口饭吃的 不然 我也不会顾念 我和他之间 那如履薄冰的亲情 一年后 我彻底坐稳了 宋氏董事长的位置 沈志毅在海外 也没翻出什么浪来 沈静成是不会给他 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至于曹丽和和宋依仁母女 那天我去医院体检 刚到医院大厅 就听到了曹丽和惊天动地的哭声 依仁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我就只有你了 宋依仁被台下救护车 快速进了电梯 他肚子很大 身上都是血 后来我才知道 曹丽和将宋依仁送到了一个爆发户老头子的床上 宋依仁怀了那老头子的孩子 但被原配的子女找人收拾了 眼看孩子就要出生了 宋依仁被打到大出血 他死在了手术床上 我去墓地看望我妈的时候 看到了曹丽和 他像是老了二十岁一般 我差点没认出来 看到我 他激动地往我身上扑 被祝涵给推开了 曹丽和跪在地上大哭 我拉着祝涵走了 走出很远一段距离 曹丽和的哭声还回荡在天地间 他有什么好哭的呢 是他害了自己的女儿 不是吗 他自己靠男人活 所以交出来的女儿 也只能靠男人活 现在也是因为男人 死了 算是死得其所吧 回去的路上 我又给自己买了一束勺药花 一通陌生的岳阳电话 打到了我的手机里 我默了默 接通电话 电话那边 沈志毅气若油丝的声音传来 盐盐 我不能回去找你了 我 希望下辈子 我们还能遇见 我 我会把欠你的爱不及你 沈志毅也死了 我并不意外 沈静诚不可能让他活的 毕竟 他不可能给自己 留下任何后患 我放下电话 看了眼桌子上的勺药花 微微一笑 下辈子 我不希望遇到沈志毅 也希望 我妈下辈子 不要遇到我爸 妈 我会好好过以后的每一天 连带着你那一份 你可以安息了 我可以战充电话 我会把你战充电话